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往往把这两点混淆不清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辨明的很清楚 从前面我们刚开始讲的怨心的时候 他已经说得清楚了 这个原因再次 那么在虚处上面 就是说将我们发心的怨心的虚处上面 皈依虚处 竟假取舍这个黑白白法 并非完作故不应的 平常说的简 前面说的简单的 说这个虚处啊 就是前面的既样 这个显然呢 不合理的 故若单其怨心者 这其虚处不惜 据说尽说一切 若心以后属于虚处 所以现在他辨明了 发心发的怨心还是行性 假定是你指的这个发心 是单单说怨心的话 那个这愿嘛 跌跌跌跌跌不要 经上面所说的一切虚处 他前面这个不是什么 有虚处啊 触发性啊 就要所有行一切 虚处等等 那个不是怨心 而是行性应该的 所以这一点了 若非而在 至于利女虚处 无差别过 假定说这个怨心 就是行性的话 那对不起 这个两个东西没差别了 实际上怨心是怨心 行性是行性 两者当中是不一样的 这个所以我们要分得清楚 这一点呢 大家回想一下 说你呀 假定不能真正去行 那个菩萨戒的这种行词的话 你可以发怨心 但是不能发行性 换句话说 我要发大菩提心 但是我不收戒 收了戒以后开始 你一定要照着这个利女去做 这叫做行性 所以真正受了戒的话 一定要进上面的一切度 要学 你辨别了这个以后 然后呢 上面那个各派的传承 你就可以啊 想着怎么办 当然 你自己来说 如果你老师告诉你怎么做 你听他总没有错 但是你要辨别 辨别悲词之间的 这个是非确责等等的话 那个是一个最好的标准 了解了 上面所说的 我们必须要分辨的清楚 行性是什么 怨心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行性里边呢 差别比较少 实际上呢 换句话说 就是行性 它还是 行性有很明确的根据的 比如说 于切戒 就是于切戒本 凡王戒 就是凡王戒本 这是各家住戒的时候啊 这个 送颈开和扫我有不同 这个怨心啊 就差得很多了 那么 在这里方 大师啊 加以辨别 除了辨别以外呢 也特别说明一点 这个 你的师诚哪来的 你就根据那个师诚去学 这样 总是没有错 总是没有错 所以啊 同样的道理 现在我们平常啊 根据我们师诚 到那时候 你只能说 哎 我的老师书传的这样 他这个 我不知道 我们注意啊 切戒的时候 他这个不对 千万注意这一点事情 这一点要避免啊 这不但是大乘 小乘也是如此 所以十八部当中啊 他明明白 把佛亲口交代 那至于到后来 像这种阿利亚 这种大善知识 等等的话 他明白的 说明了 事先的一个事实 他广通 所有各部 假定说 有一部不对的话 以他们这种人 难道辨秘不出来吗 而且他这个 不是根据学理啊 他亲身验证 不但亲身验证 而且得到本身许苦 换句话说 亲自见到佛菩萨 然后告他 不但是在当年印度 不但是在当年印度 以我们中国南山 道宣列祖来说 他十四位高僧 最后那一世 就是唐朝的道宣列祖 然后呢 他因为辞戒 今年赶得 那个天人下来 那个天人都很长寿 亲自看见 福在世的时候 自戒的这种 他都了解 所以少为点错误 那天人就告诉他 这里要怎么修改 哪地方对的 那很明白 所以我们这一点呢 注意啊 我们要一直 常常提现自己 这个常常 不是说今天提一提 明天提一提 很常 哪一个东西来提醒的 就是我们呢 在常与无名当中 所以你不注意对着的话 这个毛病自然然就出来了 而且不知不觉出来了 这点我们呢 要特别注意的 要特别注意的 现在我们继续看这个文 出前属说 二学处外 诸语学处 是入道居人 就发现一规属说 除了像前面 这两种虚处 就是愿心虚处 寝心虚处等等 还有的其余的 都是根据什么 这个上面的分别等等 那就是根据道居论 就发心移轨 细学缺发经测 另外有一个地方 这个上面怎么说 这个上面另外告诉我们 一种办法 这个办法是什么 说是欲求 说发痛才属于修学 故非发心特别学出 始终不弄 这个特别的方法 只能学了以后啊 要很快的学 修神通 那么要造成这个 那这个地方现在的 不是放在 放在法神通上面 所以啊 不谈这个 如是自重 出色怨心 心是有心 犯于学错 乃至畏惧菩萨利益 无以菩萨 之最凡 那么现在最后呢 就出自重 那换句话说 中国部大师 所认定的 最主要的 什么 就是 蛇 怨心 蛇 救济 进发皆需 攻击 一切有情 这个是 蛇 不 下面是 蛇有情 以及蛇怨心 一怨心者 怨称奴上菩提 就是 这两个心 一蛇 那 犯 那 那是犯了 所以 其余的虚处 其余的虚处是什么 这句菩萨律仪 上面的说 经上说的 一切律仪啊 什么等等啊 那个是 醒心律仪 不是 怨心律仪 所以 并没有啊 以菩萨 罪犯 并没有 这是说 犯的因 是有的 这个 不会失掉 这个怨心 这个我们要了解 竟为蜀受 忠类善心 去处 不是恶心 因以 失礼 而会 除之 所以啊 像这种情况之下 你并没有啊 失掉你这个 菩萨的怨心 怨心 而这是什么 失掉了 犯了这个 恶法了 这个 非善法 这个非善法 不是最强有的 最强有的 一定是 绿泥界 这是最强的 现在呢 既然你没有 受那个绿泥啊 所以啊 是中类的 这种 这个也是恶心 那么这个恶心呢 就是照着这个 失的忏悔 就可以了 从得菩萨 律泥之后 皆犯 违约 利益 学词 如人 诉说 怀错 罪法 一心 皆苦 那么 当你 进一步 有了怨心以后 再受 行心 那个时候开始 就得了 菩萨 戒了 绿泥就是 那个时候 如果你 回犯了 这个 菩萨 戒的话 那就要 照着这个 菩萨 戒 论上面 告诉我们的 怀错的方便 这个时候 不但是 失的忏悔 还要 一定有 你鬼的 比如我们现在 圣坛也是一样 半月半月 宋戒 敬母 那个时候 还要 如法忏悔 自戒 自罪 还要 失的忏悔 忏那个信 所以信罪 自罪 就要 个别 如法忏悔 你只要 照着这个 去做 就可以了 所以 关于这一部分 是在 行心 续处 当中 行心 续处 就是 菩萨戒 不是 另外 有别的 这个我们 要分别 清楚 然 六次 发心 是为 怨心 不共 续处 那么最后 总结起来的话 就是 真正 怨心 的 不共 的 他的特质 是什么 那就是 六次 发心 所以 前面 说的 舍 怨心 结舍 有情 就是六处 发心的 恰恰相反 这个六处 发心当中 为力 有情 怨 成佛 这句话 说得很明白 这个才是 怨心的 不共 学处 现在 下面 发了心 照着这个 次的 一步一步 来 上面是说 上师到 修行的 次的 当中 分人工 什么 说 先是如乎 发心 这个道理 现在呢 已经发了 以后 然后呢 怎么样 去修学 第三 即发心 以语著 圣行 修学 道理 这个 就是发了心 以后 正生 修菩萨 修圣行 这个道理 分三部分 一 发心 以 发心 以后 细学 学处 之音像 发了心 以后 为什么要 学那个 学处 换句话 要受 那个 戒 第二 现实 学习 智慧 方便 一份 不能 成佛 那么 现在我们 要学 第一个 懂得了 发了心 以后 还要学 还要行 但那发心 不够 那么要学习 什么内容呢 有两个 方便 跟智慧 这两个当中 单单一部分 是不能成佛 至于要圆满 两样东西 这个都变清楚了 了解了 第三 正圣 学习 学习 学处 之次 力 到那个时候 才正式 讲 现在的 好 我们 开始学了 前面 辨别的 清清楚楚 一点 遗漏 都没有 一点 错误 都没有 几步 几步 少 然后呢 这个路 弄清楚了 你再去 走的话 对 进出 如是法 愿心已 若不修学 诗等学处 虽如前影 此时 谢错 尽所有大圣理 然不 修学菩萨 学处 定不成佛 故于圣性 应当修学 前面呢 发了信 是得发信 是有大的 殊胜的利益 但是 你如果说 不进一步的 去学 应该学的 这些 那么 这个 真正的 圆满的 伟大的 殊胜的利益 得不到 成佛 不可能 镜上面 怎么 告诉我们 所以啊 我们 那个时候 应该啊 学 菩萨 殊胜之心 家业 经营 菩提 是以 真心而为 建设 诸大菩萨 之所能的 非邪行 而为建设 诸人 所有 这个菩提的 果啊 那是要 如立 如法的 这个 如法行啊 来 慢慢慢慢的 坚固 增长 得到 圆满的 如色之果 这个 这个 就是正式的 修行者 大菩萨 所 能得到的 不是 以 邪淫 这个 邪淫啊 就是 错误的 不正确的 这种行为啊 所能得到的 所以 这地方特别 告诉我们一点 从一开头 其实就说明了 不过刚开头的时候呢 讲小的 所以讲一部分 刚开头怎么讲呀 就算呢 你懂得很多道理 讲的时候 讲得 头头是道 可是你行的时候 不相应啊 没得用 反过来 就算你懂得很少 如果你能够行持相应 这就对 那指什么呢 那个是 就是说 你真的要想得到 这样的果报 那你要跟这个相应的 行持相应 如是应感 如是果 这一点来说 说明了这个 那么现在这里呢 就是说 你现在要得到的 圆满的果报 所以啊 要广学一切 而且要如理如法的 去广行一切 这个我们要分别的清楚 而不是说 现在我们呢 学菩萨行了 也啊 什么都不要去学他 只要做一个小小的事情 做对了 就可以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我们呢 要广学一切 了解了 广学了一切 了解了 你真正行持的时候 本身呢 那倒是千真万确的 不是叫你啊 一步啊 一跨 跨得成佛 不是 你走的时候 还是走你眼前 相应的 一步一步的走上去 所以真正修的时候啊 说一门深入 不同的呢 平常小的是 这身多广 现在菩萨是 见身见广 而走的次第 始终还是在眼前 该走的 哪一步 这我们要了解的 这种地方 也应该 分别的清清楚楚 三摩 帝王 金 叶云 故意正行而为 建设 胡一鼓 童子 若以正行而为 建设 无上正等 菩提 非难得 故 这个经常 也同样的 说这一点 他很多地方 叫童子 童子 比如说 化验经 叫 山菜 童子 这个童子 他不是叫 一个小孩子 这个童子 有一个特别 特别的地方 他正征扎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性惨戒 第三个呢 心里面没有啊 这种啊 各式各样 外外去 就是坏邪气 这个 然后呢 勇梦 坚强 精进 这个都是啊 他 所谓 特质 所以平常我们说 青年青年 就代表这种 心理状态 所以 菩萨 现的像啊 你看 哪一个菩萨 现的像啊 都是 色溜 童子 妙令 之像 就是 圣藏之年 发育到最完整的时候 一直保持这个像 一直到成佛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指我们的 心理形象 实际上呢 假定的心理 真的做到的 那个形象 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就这么的形象 也正心在 为成佛的方便 就这 即使学谢 菩萨 学错过 那个 内容呢 就是菩萨 该学的 秋次初 变夜云 所以这个菩萨 学错 该学的 我们也可以说 菩萨戒 所以这个地方 将来你们学的 菩萨戒论了 你看那个 余切戒 它属于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晓得 菩萨常常说 六度万恨 六度万恨 这个余切戒本 那个戒的 刺力 就是照着这个 刺力来说的 他每个布施 只拿几个项目 怎么样 一步一部分的 清清楚楚 就含色料 菩萨受阴的 全部的 内容 而是刚要 刺力 是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那么这个 把修制出 别说 如是发心菩萨 自为调佛 不能复讨 如是自于 自于师等 皆善修学 若无正心 不得菩提 那么这个上面 就告诉我们 我们发了这个 怨心的菩萨 第一件事情 要什么的 为什么要去 这个六度 六度正说来 是自己调佛 然后你 诗诗是立他 你不是要立别人吗 你自己都不能调佛 你怎么能调佛 别人了解了这个道理 对于这个布施等 又很努力的 所以前面我们一再说 当你看见 客观的环境 对象 不理想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说 这个不对 你立刻看看 你自己内心的形象 你现在是 调佛像 由于调佛而退际 接人呢 怜悯大悲香 还是你看见了这个 对象不同 心里面先烦恼了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那是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所以说 自为调佛 而能 调人者 而能助人者 而能度人者 无忧四处 这一句话 这个原则 我们要牢牢把握在心里 所以 正规的去行 是这样的 你能够这样去做 就得到国 不这样做的话 得不到国 四量人云 见悲为吹苦 荡秀诸方便 必方便身影 不限 必难先 这个一个记者 前面 在奥迪亚政治传当中 介绍那个 做哉书生当中 已经说过了 现在说 你学大乘的行哉 然后呢 发了大菩提心 发大菩提心 是为什么 要救济一切众生 脱离苦 所以你具足这个大慈悲心 要摧毁 近世间 近发界 一切友情的 种苦的话 你必须要自己调佛 如你去行持 对于这个 你能够了解了 做到了 然后你能够帮助别人 所以这个方便 就是刚才学出这个方法 这怎么来着呢 那就是啊 你自己如法去做 然后呢 一夜了解 乃至宪政 当然 这一定是什么 种吻 思 修 如果这个 你呀 不了解 不认识 不限起 这个限起 也可以分三个次第 第一个是文 第二个思 后来修 假定说 这个 没有的话 请问 你怎么能告诉别人 怎么能帮助别人 能不能劝说别人 平常我们讲的 讲正 这个就禅宗来说 这就是要正的才算 所以在前面不告诉你道理 可是教下的好处呢 就是一定有这个次第 当你闻的时候 相应的状态是什么 诗的时候相应的状态是什么 修的时候相应的状态是什么 最简单的说一下 还是我们呢 刚才这个烦恼 说一下 比如说 当你听闻的时候 真正的听懂的时候 什么叫听懂 就是说 平常啊 你看见客观的环境 一看见就这个不理想 这个不理想 现在你听懂了 晓得了 哦 原来真正不理想的地方 不是外面的环境 而是看见这个环境以后 你内心当中啊 是否真正调伏 这个状态认识了 对呀 一点都没错 虽然听懂了 但是啊 等到书们和回后 碰见那个境界的时候啊 对不起 你又看了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哎呦 这样心里面又烦 你要想改他吗 又改不过来 跟他吗 又不愿意跟 实际上自己心里面吗 到处烦恼吗 也不知道 本来叫我们是 相互烦恼的 要共同和合的 结果弄的啊 大家啊 自己也烦烦恼恼 弄的大家要烦烦恼恼 不能胡合 还讲道理 这不行 不懂道理 根本就跟文不相应 懂得道理以后 不一定做得到 那个时候是文的阶段 然后呢 你根据这个道理啊 就不断的思维 办成 为什么我做不到 要如何去做到他 做到有什么 受胜的利益 做不到有什么 大的祸患 这种胜利跟祸患 推动你的力量 然后呢 车里你告诉 怎么才能做到他 照这个办法 不断的思维观察 这个包括在前面的 忏悔皆知 就是因为现在的现行啊 以往的恶惜死然 就这样 那么这里面 包括很多东西啦 清净善知识啦 然后呢 听闻经论啦 然后呢 不断的思维观察啦 然后呢 不断的忏悔啦 有种种的方法 到时候你心里面啦 可以碰件事情啊 比如说刚才 听懂的道理 听虽然听懂啦 想想道理是不错 但是心里面 那个结果是解不开 当你真正 这样去做的时候 你一定会 自己有很明白的感受 哎呀 一下这个心里面就打开了 啊 原来这样啊 你那时候觉得 跟他相应 这样 这个 刚刚开始跟思有相应 然后呢 你把这个道理啊 用不同的方式去 坚固 加强 如果是你真正 坚固 加强的 来 你随便看见一个 不管他理想 不理想 再不理想的环境 他 不理想他的 你心里面啦 自然然啦 平稳 在着 稳住 太善 不畏 所动 至于你是 那个时候啊 正因为看见了 不理想啊 所以啊 你觉得啊 那个就是你的 菩提 资粮啊 你的成佛 就靠那些 不理想的环境 你救赎他们呢 再接据你的 父的资粮啊 假定是这些 都成了佛的话 还有你来忙吗 你没有的话 你怎么能成佛呢 所以那个时候 对着这个烦恼 你不但不烦恼 而去欢喜啊 这个就是跟思相应道 就是他每一个地方 有他的自然的量 这种 诶 现实了 你心里很清楚 然后呢 根据这个东西啊 然后呢 你呀 因为心里面呢 三条 然后你那个 深入的定位 当中去观察 正的 圣意普利之心 那个时候啊 这是吻相应的 而每一个部分 你必定要自己的 如实的认识 如量的献起 那个时候 你才可以告诉别人 所以说 自为调和而能调悟 这无有是处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 你要开口劝人的话 要么不开口 开几个来都是是非 开几个来都是正论 所以我们现在 修修复法第一点 必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不管是相事 是中事 是上事 了解了 你尽管做不到 这个时候又好出来了 什么呀 就是我们四个凡夫啊 就了解了以后 就靠着这个时候 了解的进化之机啊 既然是凡夫 当然一个是这样的烦恼 可是现在好的呢 正因为我是凡夫 所以要学 然后呢 学到了正确的方法 在这个环境当中啊 越来越调柔 越来有干净 像洗衣服一样 一样 所以这正是我们 现在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 真正重要的 贯注在哪里 贯注在学这个 从文字上面的认识 到文字所指的 心理跟 相应的这个状态 如何把这个道理啊 来自己啊 调留自己 进而帮助别人 即说 为于他处 若有大悲 须除他苦啊 又除悟悲苦 但又善心 怨气离苦 又非满座 故应 转去除苦方便 就是解释这个 说你不是修大 普提心吗 你大悲 大悲什么 要帮助别人 除掉他的苦恼呀 但是 你单单有这个善心 不行啊 所以你一定要要实际上的行持 进一步啊 要 去做这个除苦的方法 如果这个 若不 又若 自拨 先去方便 不能斗他 故约立他 当先字条 就是这个话 由于字条 见说正应正行 二位见神 其正行者 说 受律你以 学起学处 所以正行是什么呢 就是啊 受了这个 律你受了戒以后啊 努力去学 这个学 不仅仅是 住在这段学书本上的学 把这个道理 实际上呢 这个学是这样的 受了怨心以后啊 你就去努力的学 照着去该学的 那注意说五戒也是这样 学了自己出处的方学 可以了 然后呢 自己要勉强一点 自己啊 大概已经可以 做到七分 那时候你去受 就是 不必 就不是等到 做到十分 才去受 也绝对不是说 一点样子都没 就受 一点样子都没有 受的话 就不可能 一定破解 等到你学圆满了 就受 也不可能 学圆满了 你还受他 干什么 这个 我们要了解的 所以这个 所以学的话 从文字开始 而的的确确 不单单停在文字上面 这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所以这个 所以行的话 是做我们的心理的形象 当然这个心理的形象 一定是啊 当你跟近 相应的时候 他也不离开近的 你在 实际上 四项上头 那么 故意正应而为 建设 余书行此 处 无错 我一样 你真正的成就 要靠什么 如理正确的 行识 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对属行的 你先要要认 认识的正确 错了 不行 错了 不行 好 下面是卷石 内层是技术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